護外多活動 護眼好輕鬆 台北市衛生局與拍攝護眼廣告的小朋友 共同呼籲所有家長 每天按時讓家中寶貝 進行兩小時的戶外活動 再加上規律的生活作息 就能有效防止近視和度數加深 孩子在戶外的活動的時間能夠增加 那在我們的研究最後的兩條 就發現說你每天都有多動兩小時 你近視惡化的機會就減少了三成 隨著山西產品越來越普及 孩童的使用率也越來越高 讓不少小朋友從小就變成了眼鏡竹 根據統計 國小學童近視比例高達六成 到了中學提高到八成 大學近南有九成 幾乎人人都近視 台北市衛生局為了保護學童勢力 從105年學年度開始就和教育局合作 推動近視防治計畫品質監測 及個案追蹤管理計畫 因為這樣子我們可以減少了我們的那個 視力有不良的一個情形的人數 達到將近三千人 那個比率是2.5% 每一位小朋友可以到合約的醫療院所 目前台北市有130億家 那在這邊可以做一次的專業視力檢查 只要能控制山西產品使用時間與正確使用 每天定時活動以及定期檢查視力 就能有效降低孩童近視的機率 避免從小就近視 讓台灣遠離近視王國的惡民 開播大臺北書會新聞負責民採訪報 感谢观看